Welcome to my channel 我是肥伯 又來到肥伯旅遊Vlog的時間 今天我很少一開始會說intro和日期 今天就是10月1日 但為何我今天要改一個習俗呢 因為這個夜市我來了三次 每一次都水浸 終於今天應該會正常來到了 就是曼谷橋丹夜市 來到曼谷橋丹夜市立即滑鐵路了 本來打算去市場拍攝的 誰知水浸 所以今天的拍攝是失敗的 今晚再見 災難現場記者肥伯報道 Bye Bye 這部機器不是太滴水 不過為了拍攝這部幕就冒險了 大家看看 它是水浸 看前面的影片也看到了 有片有真相 這次能夠拍到喬丹夜市 真的用了接近一個月的時間拍攝 因為他們本身只會開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然後還要每一次撞到水災 根本就拍不到 所以今天難得好天氣 這部影片真的要特別盡快說出來 這部影片真的要拍攝 還有其中一個名菜 就是在眼前看到火山骨 就是一堆豬肉骨 其實在種前已經吃過了 我們現在看看 就是當時叫了 我們叫中飯 兩個人吃 但都很大 另外還叫了一些通菜 菠蘿炒飯 另外為了避雨 不想被人趕走 就硬吃了一個 芒果糯米粉 這個牆 雖然我本身也很喜歡 不過 寄水 下雨 死定了 水浸 我是第二次看到這個樣子 我都說萬谷是不寄我的 這次終於可以正正經經素街了 首先試了炸魚蛋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名過 其實炸到裡面有很多空氣 但沒什麼肉吃 所以我們覺得沒什麼特別 到這個生蠔 這個真的是一絕要試 雖然有機會肚痛 但生蠔的生蠔又夠肥 又夠甜 再加上蒜 和泰式醬 辣辣的 真的很好吃 這個叫做跳跳蝦 就是真的 把一些還在油水的蝦 放進去 然後再混合醬料 吃 不過吃下去 吃到很多肉 其實真的適合過人 不建議大家吃 看個檔吃過 就好了 有些餐廳 因為有些餐廳 會租大一點 自己的餐廳 就佩合做一間餐廳 那當然 既然做餐廳 你就不能吃外面的食物 那食物的價錢 就 就是這樣 就叫做泰式肉鬆飯 這碟東西我猜是二人份量 就二百元泰幣 我想這裡要跟我的御用髮型師說聲 不好意思 這裡玩這些髮型的紋身 就四百元泰幣 我月尾會回來剪回來 放心 如果普通單剪 就二百五十元泰幣 那當然是不能洗頭 其實不算特別划算 不過是過癮 這個夜市 就 賣食物差不多佔了一半 然後再賣 都是正常的賣衣服 和正化和無謂的食物 那些 我覺得如果你只會來曼谷 這個夜市是OK的 但如果你說給我 我自己個人 就喜歡華欣那兩個文青夜市 因為就會比較寬 舒服一點 不過無論如何 華欣夜市是不能剪頭髮的 本土人當然是佔大多數 但其實很多外國人 包括香港人 我就聽到 荃灣路德維這個名字 所以 所以 價格也不是貴 沒有被他們扯高 但就很旺 另外 如果你這裡打算搭 就自己留意一下價錢 一個如果我搭Grab 二百元樓下去的地方 一開波就開我四個 還說很遠 所以就自己考慮一下 今天這條影片 因為是獨立的 所以就來到這裡 先 我們的肥拔旅遊Vlog 還未完 敬請期待 說起來 請大家留言 讚好和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